嗨 大家好 我是飞飞队 欢迎来到无聊频道 那好 我们今天去看一下关于社区里面的一些老矿工 在X上面去发布了一些他们的一个观点 因为他们也是看到了派来在今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些 关于在2020年来可能会进行公开性组网的一些帖子 或者说一些目标来展示出来 展示出来之后来作为一些资深的老矿工 或者说在派的社区当中有一些影响的这些矿管 他们给出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派有的一个看法 那这个派有的叫贾斯丁里 那他这里做了一个预测 就说PiNetwork组网会在2020年的314的时候去开放吗 那他就引用了派在这个组界面上的一张图片 就这张图片 那他这里做了一个过渡解读 因为这个从上面的一个信息来讲的话 如果说按照打牙咪的一个方式来猜测的话 首先这里指的是12的一个指针 那这里指的是3 就是3点的刚刚整刚刚整3点的一个时间段 但是的话这里的话 他解读成的是2020年的3点 那么这个是14 那么解读成了2023年的314 然后这里一个资助网 资助网代表组网的一个谐音 所以就大个的意思就是说 在2020年的314会组网 那这个呢 他就说了 从这个图片里面去分析来看的话 确实从这个市区来看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在2020年的314 但是呢 他认为了 这里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派的核心项目方 就讲了三个条件 如果说这三个条件不满足的话 组网就没有办法去开通 但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的话 派的核心团队更倾向于开放式组网 但内容呢 是必须要先驱者们去及时广益 然后再来是从一个币圈从业者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 因为这里讲了嘛 派的核心团队开放式组网 他获得的利益呢 肯定会更大一点的 而不是说光看是一个收广告 我们现在的情况下 他只是收广告吧 广告费来的话 他远远是没有这个真正开放式组网之后 他得到了一个财富多了 那所以从专业的角度讲的话 项目方呢 应该是更加趋向于开放式组网的 那他这里也讲说 比如说他们经常看见了迫在媒介的稀缺的潜在的因素 仔细想一想呢 这就是一个制造拖延了 逃避自己责任的一个计量 当然他这里有讲了说 他的言论呢 不会对派Network有任何的偏见 虽然他经常和派的核心成员进行交流 那么但从这几年的挖矿的经验和社区的反应来看的话 派Network没有必要拖延这么久 因为他这里也在为派的社区发声码 没有必要拖这么久 因为拖的时间确实雨要长了 是吧 作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区块链项目来讲的话 像五年的时间应该是足够了 那好 他接着也讲说 关于派的KYC的问题 一直是先驱者们关心的问题 关键的主题包括了派的一些节点 以及派生态系统做出的贡献的开发者和一些商家 那下面他举了一些例子 就是说每个人投入了时间和金钱来支持派核心团队的梦想 高昂的挖矿成本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的 希望与毁灭只是一瞬间 那他这里讲到高昂的成本呢 在于你是如何去看待的 如果说作为一个什么事情都没有去干的人 或者他生活的过程当中 没有什么更多去耗费精力的时间 那反正都是每天点点闪念 你的时间不值钱的这部分人呢 当然他就存在了说 浪费的时间也不是钱 那无所谓是吧 但如果有的人来讲的话 他要去关注这个项目 他要去花时间去思考它 或者说要去做生态 或者说要做大量的研究 那么他花费的时间成本就比较高 那比如做最简单一个例子 那马云来挖这个矿和你去挖矿 你们虽然同样的都是说去点一下闪念 但是对于你们来讲 你们实际的一个成本是不一样的 因为在你这里你的时间就是不值钱 那么在马云的手里面 他的时间就更加值钱一点 是吧 这是做最简单一个比喻 好吧 那好 这里来讲的说是 他并不是说他已经放弃了PiNetwork 而是说作为一个资深的先驱者 他站在个人的利益和角度去考量 来去抱怨的 挖了派这么久 社区根本就没有发言权 他说这并不是他的废话 因为从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看到社区里面确实没有发言权 发了言之后呢你不一定项目方看得到 就算项目方看到之后他不一定回你 如果说你说的太过急之后 有可能你在这个发的一个铁站 他不会显示出来 所以说这里面呢就代表了说 在社区里面他确实没有发言权的 从事挖矿多年的先驱者 都应该知道这个问题 那比如说我也是知道项目方是不会去聊我们的 那在我看我的频道的很多先驱人也知道 项目方根本就没有去聊我们说的一些事情 是吧同时他也讲到说并不是所有的先驱者都没有努力去推动小伙伴去注册pandentwork 也不是说所有人没有去参与建设 而是说派的核心项目方呢 不去注重社区的声音甚至是项目的终极目标 话虽如此 但他仍然的去支持pandentwork和派的核心团队 虽然说他有些抱怨 毕竟他也花了几年的时间来挖派 最后呢 他想对pandentwork有一些建议 希望他能够去倾听到社区的声音 对听到的建议呢 有积极的发声 并努力的去解决刻不容缓 要去做到公平透明 多与社区互动 帮助先驱者们解决问题 尽快的去实现终极目标 那当然这里的终极目标就是指的是开放式组网 最后呢 希望pandentwork在2020年呢 能够去开通组网 所有的先驱者都会跟随着这个牛市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因为2020年到2025年呢 应该是牛市 在这个周期的资金呢 是更加的强劲 底层的普通人也想活下去 想通过区块链呢 获得财务自由的机会 其中有好有坏 但要想发财 你只需要选择一个投资目标 并持续的努力 就会得到回报 因此呢 在任何的牛市中 都有可能获得十倍千倍的一个利益 例如在2010年牛市和2017年牛市 那么就会出现这种财富的一个效应 那同常他这里也提到了说 关于比特币上面的 奥利罗斯协议里面的一些命币 那他这里也提出了一些币种 那么他让大家去早期的关注呢 有可能会不属于任何的公链 那他也提到说 在上一次牛市中呢 以太坊的生态呢 峰值达到了2000亿美元 在本次的牛市中呢 比特币的生态将迎来历史的最高点 当然牛市开始呢 他也非常希望派能够开放之足啊 他也相信呢 有非常多人的想法和愿景和他一样的 所以最后呢 他希望项目方能够看到 也希望呢 项目方与社区之间产生共鸣 那好 这呢就是关于他去发布了他的一个个人看法 那很多的派友呢 在这里提出的都是有一定的质疑 或者说个人的一个见解 比如说有的派友就讲了说 他们一直在建设 但是他永远都不知道他们建设到底是什么 还有人呢 就说 这就像相当于是我去生病一样 但是意思呢 没有告诉我这个生病的原因和确切的时间 那首先啊 这呢是在社区里面的人去给出的一个看法 那这篇文章看完这篇 我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个方面的评论是说 这张图片 在图片里面呢 在2024年的314呢 他一个指针和这个时间 还有这个珠网 蜘蛛网的一个图片呢 那么代表说 他在2024年的314会组网 那这个呢我首先认为他是一个过度解读 因为派的项目方 如果说他要去确定在314去上组网的话 那么他肯定很早的时间就会把它给推出出来 因为让社区里面的人呢高兴高兴是吧 比如说以前的时候说到628或者628之后 那么他都跑到了12月份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这么重大的事情的话 他肯定不是说 在未来几个月就能够把它做出来了 所以啊我认为啊在2020年的314呢 他不可能进行公开性的组网 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观察就是说 派的项目方确实一直都不会去注重社区里面的一个声音 同时呢他把一些责任呢划分给了社区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去做到的生态应该是100个 那目前有40个 那也就说达到了40% 那还有60%的东西 那这60%都要靠我们社区里面去做吗 而且这个评选的标准 评选最终的一个结果是由项目方去把控的 那既然项目方的一个把控是比较严格的 同时呢又要让全民的人去参与的这个社区建设当中 那这个里面有多少的劳动力会最终被浪费掉呢 那这呢是值得我们去打一个问号的 那第三个方面的观察就是说 在2020年到来了 2020年到2020年呢 确实从整个行业来讲 加密货币圈的行业来讲的话 他应该是属于一个牛市 所以说当在这一年的时间以内呢 我们所有的派先锋呢 应该都是要去挖派的同时 也要关注到整个行业里面的其他事物 或者其他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一棵树而放弃了整片森林 派network虽然说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它的位置呢是非常的崇高 更深地固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看见的这个状况来讲 它有充满着非常多的一个不确定性 既然它是一个不确定性的 那加密货币圈在2020年到2025年呢 它仍然也是属于一个不确定性 但是在这种不确定性当中呢 我们从目前的一个测算来讲的话 它大概率会给我们带来一部分的回报的 所以说你在挖取派的同时呢 也不妨抽一点精力 抽一点时间去看看其他的加密数字货币 或者整个B圈里面的一个走向 让自己在挖派的过程当中 也让自己获得一点收益 那好 这就今天要去跟他分享的全部内容 以上的这篇文章来源于假释听力去发表的 那在以上的一个解读当中呢 仅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和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也不做任何的投资与建议 那在2020年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去获得自己的一个收益 那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说你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或建议 可以在下方评论留言 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视频 可以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 在视频更新的第一时间 你就可以收到 那好 今天就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